好 觀眾觀眾 我們現在人就位在百林橋的月堤波道 剛剛一路上走過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閘門已經放下來了 平常是可以讓車輛自由的進出 不過現在因為颱風來襲 再加上適逢大潮的關係 所以把閘門先放下來 因此也祭出了這個指出不進的政策 那市府在稍早就宣布了 包含上是我們現在位在的百林橋 以及淡水河堤沿岸的書宏道 還有這個中山橋下的月堤波道 都包含在這個指出不進的範圍 不過我們現在畫面中看到的 還有幾輛車是還沒有給移除的 那這些都要特別掃心 因為在晚上八點的時候 就會陸續的來進行拖調 而在稍早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警方是陸續的來進行查看動作 馬上帶您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這邊算是應該北市最低的那個河濱 所以我們都會先過來巡 那第一站應該是先拖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大概八點要進行拖調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大概還有多少車 那可以回報上去 讓他們有派足夠的車輛過來進行拖調工作 好 可以理解到的是呢 如果有民眾還是違規 並沒有在時間內把車輛給移開的話 有可能就會吃下罰單 包含像是大型車是可以罰4800 以及小型車也有2400的罰單 那麼機車的話則是可以罰到1800元 也因此再次提醒各位車主要在時間內把車輛給移除 而相關的水門也會在今天晚上10點來關閉 不過其他的疏紅門則是在明天早上8點會再進行指出不禁的管制措施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 再把時間遭還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